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秦晨心无旁骛 甚至那男子以强横威势压迫于他的身上 麦布朝着他走来 秦晨都似乎毫无察觉 在他的意识当中 无尽的浮光仿佛汇聚成了一个整体 在聚锤虚影上流动着 意识中仿佛有一道轰鸣之声响起 使得秦晨身体之中猛然为之一颤 他的意识仿佛进入到了聚锤虚影内 看到了一片模糊的空间 看到了一片巍峨的宗门圣地 一股强大的传承记忆 同时秦晨也感觉到了一股奇妙的力量 仿佛这一刻的他 能够轻易地将聚锤虚影给激活 只需要一缕念头 这种感觉十分神奇 让秦晨不愿意从中醒来 然而在那青年看来 秦晨身体仿佛是在震颤着 被他压迫力量震慑而动 而众人的目光也是聚集了过来 你想做什么 秦婷婷感觉到了敌意 站起来愣喝倒 要拦在秦晨身前 哎哟喝 还有同伴啊 冷傲女子身边另外一名青年身形一晃 竟然是竖得出现在了秦婷婷的身前 拦住了他的巨龙 见到了这一幕 傲清灵的目光一闪 但是他却并不着急 那青年不过繁盛巅峰而已 若真的以为秦晨好欺负 那就太天真了 他想看秦晨的表现 可不曾想即便这个时候 秦晨依旧不懂 众人看到秦晨依旧 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都是恶人 这种时候还在感悟 不知死活 那青年冷冷开口 骤然上来 他背后的骨骑 竖得出笑 向着秦晨闪电般地劈了过来 顿时一道可怕的剑影出现了 如同神红绽放 化作了一道通天的剑气 质朴秦晨 轰隆一声 剑气震产 化作了无边的剑影 这灵剑宗弟子的确是强 仅仅一剑 爆发出来的气势 竟然是不弱于地圣高手 让场上无数人纷纷变死 这一剑下 普通的地圣初期高手都不敢应接 要赞避其风吗 住手 秦婷婷惊怒 欲要冲上前来 但是另外一名青年拦住了他 嘴角勾勒起了一丝冷笑 一剑站住 冷笑道 你也给我滚出去 直到这个时候 秦晨的双眸已久没有睁开 眉头微皱 似乎流露出了一丝不悦的情绪 他的眉头颤动了一下 你们都住手 傲青灵重于看不下去了 他不曾想到秦晨竟然是到现在的无动于众 令他意外 这一剑若是落下 那即便是秦晨修为再高 也不曾抵挡的情况下也是难逃一丝的 他自然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轰隆的一声 他身上绽放着光芒 闪电扑来 可便是在这时 秦晨的双眸 豁然地睁开了 这是何等冷漠璀璨的双眸啊 这一刹那 那青年望着秦晨的眼睛 仿佛看到了宇宙的生命 天地的起始 万物的复苏 洪荒的起源 他挥剑的动作戛然而止 脑海中猛然的一颤 翁底下 这一颗通天锯锤 虚影猛然的震颤 无数的符纹 绽放着璀璨的光芒 直冲久笑 一股令整座苍玄城都窥然震动的力量 一下子涌动而出 轰的一声 场上所有人都聚震 只见那锯锤虚影 绽放着无尽的光芒 闪烁着惊人的气息 嗡嗡嗡的 上面无数的符纹流转 仿佛有人在疯狂的锤动 大道无边 繁音宏大 恐怖的力量在这一刻 刹那席卷开来 宛若是大道奏响 天地变换 这一刻 锯锤虚影被激活了 但是这种被激活 却是不同于之前的激活 仿佛真正的苏醒了一半 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气息 这是一种碾压天地 能够锤炼万物的气息 如同一尊巨人 奥立在这天地之间 在翠裂世间 将天界化为熔炉 这是何等的力量 此刻 浩瀚广场 这座锯锤虚影周围的 无数强者 内心无不是狠狠地震惨着 脑海也是剧烈地颤抖 这轰鸣仿佛拥有着震慑灵魂的威能 直接响彻了众人内心的身处 响彻于他们的灵魂当中 锯锤虚影发生了什么了呀 是被激活了吗 可是 为何以往的激活和这不一样呢 即便是远处观望的顶级地盛高手 都露出了惊露 心头微微颤抖 这是传承写灵了吗 这一刻 苍玄城中无数的强者纷纷浮现了 甚至城主府的方向 傲裂的双通 也是暴射出了神猛 凝望而来 无数隐藏在苍玄城中的绝世高手都出现了 个个都是顶级地盛修为 在凝视 在观望 扑的一声 那对秦晨出手的青年人被震得最厉害 只见他口中喷出了一口鲜血 五脏六腹都在疯狂地震荡着 那轰鸣仿佛穿透他的身体 洞穿他的灵魂 轰的一声 他只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炸开了 直接倒在了地上 浑身抽搐着 嘴角不断地溢出了鲜血 很快地染红了地面 轰鸣的余波 终于缓缓地停了下来 秦晨眼中那一刹那的光芒恢复了平静 变得平淡无情 只见到他随意地站起身来 没有去看倒下的青年 而是望着前方的锯锤虚影 眼眸中蕴藏着一股震撼的光芒 他领悟了部分的符文奥义 第一次激活锯锤虚影 想不到竟然是蕴含着如此之味 这一刻 他震撼 这锯锤虚影究竟是何人传下 当他激活锯锤的那一刻 他仿佛看到了一尊耸立星河的身影 在挥动锯锤炼化星辰 这是真实的吗 风沫 这个时候 灵剑宗的冷傲女子孕青竹 发现青年的情形惊呼一声 走到风沫的身旁 却见风沫整个人还在颤抖 风沫 你怎么了 女子的面色苍白 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幕 刚才锤影轰鸣的那一刹那 他感受到了震撼 但是远远不至于如风沫一样 被震得如此凄惨 他的目光快速地扫过了一眼周围 发现只有风沫一人如此 其他人目光都是肃穆的 凝望着锯锤虚影 眼中都露出了震撼的身色 即便是魂火世家立东宇世子 还有天悦城的薛家少主 古宇城的顾家少主 以及场外的地圣高手们 都露出了震撼的眼神 不知道刚才锯锤虚影的 异状究竟是谁激活的 什么 当蕴青竹的手 触碰到了风沫的身体的时候 他的脸色变得惨白了起来 他发现 风沫的心脉竟然被震碎 果然 没有片刻 风沫便停止了颤抖 没有了气息 他的眼睛依旧还是睁开的 似乎是死不瞑目 他到死都不明白 自己是怎么死的 是那一道恐怖的眼神 还是那一缕轰鸣 锯锤虚影 不可能会自己激活的 寂静的空间处 忽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顿时 诸人的目光 全部被那道声音吸引了过去 说话之人 正是立东宇 你的意思 刚才是有人激活了锯锤传承 灵剑宗冷傲女子 蕴青竹 目光中仿佛射出了一道道的一箭 极为锋利 风沫是被人害死 他的内心 怦然跳动 而且 关于锯锤虚影的传说 他也听说过 激活锯锤虚影 虽然会有异象 但是并不特殊 可刚才 那种轰动九天的异象 绝非是简单的激活能做到的 肯定是有人沟通了锯锤虚影 进行了特殊的激活 难道有人窥探出了 这远古圣气炼气宗的传承 真正奥义吗 对 既然这锯锤虚影产生了变化 那么 造成这种变化之人 绝对在我们人当中 立东宇沉声说道 脸色难看 这是他都不曾造成的动静 别人却是做到了 他的眼睛看向了广场上的众人 锋锤的眼眸 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流转而过 但是 他实在是无法想象出 究竟是什么人 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方 他可是混火世家的世子 云州的顶级天骄 他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这里 谁能做到 除他以外 这里似乎是没有人比他更强了 林建宗的人也很厉害 但是 比他还是有一丝差距 至于 天月城等各大城池的城子 少主 他更是不放在心上 因此 当立东宇的目光 扫过了所有人之后 他根本想象不出是谁 而且 刚才那锯锤虚影 完全就是突然间响起 没有任何的预兆 究竟是哪位天骄 可否站出来 立东宇开口问道 然而 却是无人应答 他不知道是何人 立东宇世子 或许 真的仅仅是意外呢 这锯锤虚影 自行苏醒 也说不定啊 毕竟 若是有人激活 这锯锤虚影 必然会产生特殊能量 对其炼体 可可 刚才 虽然锯锤虚影 爆发出可怕气息 并未能够 这个 有力量垂落 这 更何况 又有谁能 比誓死 你更能激发出 锯锤虚影 这不可能存在啊 只听了 薛家少主 陈生说道 语气中 隐隐有几分 阿谕奉承的意味 立东宇 没有回话 眼中依旧是 流露出了 思索之音 难道 真的只是 锯锤虚影 自行苏醒吗 事实上 他感觉 以他如今的造诣 即便给他 再多的时间 他都无法做到 和刚才一样的 瞬间引发 如此可怕 锯锤虚影的共鸣 他做不到 那这些 所谓的 城子少主 做不到 这里还有 其他人能做到吗 难道他真的猜错了 只是锯锤虚影 传承自身的异动 而苍玄城 本土的强者 也都这么认 历史上 就算是锯锤虚影的 三次激活 也不曾拥有 这般可怕的气势 你是不是对风目 做了什么 冷傲女子 蕴青竹 走上前来 双眸冰冷地 看着秦晨 如果只是锯锤虚影的 轰鸣 是不会将风目震死 这里 所有人听到了轰鸣 但是 被震死的 却只有 风目一个 这绝对和秦晨 脱不了干系 秦晨淡淡看了他一眼 只是吐了一个字 闻 你说什么 冷傲女子 脸色微变 走上前来 眼神之中 暴射出了 前所未有的 害人杀气 而闻言 一旁灵剑宗的 其他弟子 也都纷纷走上前来 双眸冰冷地 看着秦晨 你没事吧 秦晨看向了 秦婷婷 这我没问道 毕竟之前 她也是被 针对的一个 陈生 我没事 秦婷婷摇了摇头 这也多亏了 之前关键时刻 秦晨 引动锯锤 虚影爆发出了 可怕气势 让另外一名青年 停下了手 否则秦婷婷就危险了 这些人 太过分了 秦婷婷咬着牙说道 一旁无数的污者 目光都凝视而来 巨锤虚影 轰鸣消失 众人 也都从震惊中 回过神来 重新 落在了 孕清竹 一行人的身上 这里 似乎发生的事情 更加地吸引人 一群白痴罢了 不用理会 秦晨扫了一眼 灵剑踪的一群人 淡默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走到了一旁 继续地感悟 刚才的那一刹那 他终于是感受到了 巨锤虚影中 真正的力量 那是一股 令他万分经济的气息 来自 洪荒远古 淬炼 星辰 宇宙 这种感觉 深深地震撼 瘦小子 你说什么 孕清竹等人 脸色顿时变了 特别是 秦晨看向他们的目光 带着嘲讽 带着面试 完全没将他们 放在眼里 那之前对 秦庆庆出手的青年 不由地按耐不住 挂钱一步 说 你到底使了什么 威逼手段 杀了覆墨 轰隆的一声 一股浩荡的剑意 从他的身上抱拥而出 顿时 天地间浮现出了 成千上万柄剑 虚无的剑光 旋转内力 幻化万千剑影 爆发出了 碾压一切的恐怖杀意 韵清竹 冷冷看着 他没有动 却是默认自食 他也想知道 蜂木之死 究竟与这秦晨 有无关系 他是灵剑宗 队伍的领队 现在 灵剑宗有弟子死了 他不能袖手旁观 住手 就在那青年即将出手之时 一道怒吓声传来 紧接着 是一道香气 涌入到了 秦晨的鼻翼 一道宛若是蝴蝶般的身影 拦在了 灵剑宗弟子的身前 正是 傲清灵 你又是谁 韵清竹 冰冷地看着 傲清灵 目光中 绽放着杀意 他能感受到 傲清灵的部分 虽然只是 樊盛境 巅峰的秀为 但是身上 涌现出来的气息 却是令人感到心静 这显然是一名 盖世 天交气的人物 不容笑语 但是 这又如何 除了 利东与世子 他们灵剑宗 不惧任何人 这里是苍玄城 此刻 正是苍玄城 盛会传承的日子 容不得你们仨眼 傲清灵病了 哼 好大的口气 你以为你是谁 有什么资格 说这话 本火 忍生